外形可爱的毛小孩 现在可以说是很多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很多人都会给予他们万千的宠爱 但这份宠爱未必能够一生一世 是 其实小动物也会逐渐的年老 那有些可能会受伤或是生病 会跟当年可爱的小宝宝模样很不一样 有些宠物甚至最后开始被忽略 被嫌弃而必须要是狗言残喘的度过余生 新的系列失宠的宠物 看一些曾被遗忘身体残缺的小动物 如何在新主人的细心照料下找到安稳的家 一身蓬松雪白的绒毛 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 三半嘴像盛开的花朵 胡须随着嘴巴上下晃动 可爱的样子惹人喜爱 别看雪球一蹦一跳动作灵活 其实她的身体并不完整 是我妈妈先发现她在走难的 她的脚已经断了 刚好我也上学了 她就叫我来跟她的主人通通一下 就那个时候我们发觉到她的主人其实没有要把她带到寿衣 我们就决定把她引药给来 她的那个笼子的洞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造成她的脚在里面有可能被勾到 我们就把她带到了远 然后她的寿衣是建议我们帮她截支 走廊兔是蛮普遍的 大致上她们放在走廊已经是打入人工了 因为你忽略她们了 你就不会再关心到她们的健康 长期那种铁笼 她的脚会慢慢受伤 因为那个压力太重 有些笼子也是蛮肮脏的 很多大便 可能一个月才来清理一次这种 不止其实是蛮敏感的东西 也是蛮脆弱的 新加坡家兔协会表示 疫情期间 走廊兔的数量有上升的趋势 协会接到通报后 会上门向自主了解情况 其中有七到八成会直接选择放弃饲养 然而长期的忽略 对兔子的心理造成创伤 失去安全感 需要悉心呵护 才能重拾对人力的信任 幸运的是 雪球来到新的家庭 不仅得到爱护 也收获了新的伙伴 我们就觉得它有点气热 因为只有它一只小白兔 小白兔通常都是要结伴的 那非常庆幸的是 我们其实联络上的HRSS 然后他们就告诉了我们说 小黑兔通常比较难被营养 刚好我们这只小白兔 也是白色的 就非常的大 起初他们两只其实会很陌生 过了大概两个星期 很自然的他们就开始玩在一起 现在两个根本不能放开 同样遭遇不幸的 还有这两只毛小孩 虽然身体残缺 也依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行走 跳跃 这只狗它以前是住在工厂里面的 然后它有一个周末的时候 就是它的脚被东西绑得太久 还有太紧 然后那个救医生看到它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慧英透露 在领养了第一只残疾狗儿后 萌生了为它找伴的念头 但因为担心狗儿会感到自卑 于是特地寻找了一只 和它一样不健全的同伴 这只狗它就是住在森林里面的 森林里面有很多那种 不抓牺 那种抓野猪的 不小心就抓到它了 然后就剪断了它的两个脚 解救这只黑色狗狗的 动物福利团体透露 当时 柳鱼狗儿的两只脚都已严重感染 兽医认为它存活的机会不高 建议让它安乐死 索性 它们没有放弃 辗转另一家兽医诊所 才通过截肢 保住狗狗的性命 令人印象不到的是 手术过后 狗狗逐渐恢复了体力 甚至可以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 自己站起来 并保持平衡 它也要平衡 它会比较快累 所以我们就买了狗的推车 累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它坐在上面 它上厕所的时候也比较困难 因为狗上厕所它要平衡 所以它的话就要用比较久时间 而且它一直转圆圈 还有如果家里地下很爽 或者是刚刚骂完地的时候 比较涩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容易跌倒 所以我们家里的客厅 有一个很大的咖喷 我们领养这次狗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可以证明给人家看 它们其实和普通的狗 没有什么分别的 它们会游泳 跳去打发 要给它们一个机会来参考 宠物的一生很短暂 或许只是人们生命中的过客 但对它们来说 一生能依靠的也许只有自养人 在将它们带回家之前 因三思而后行 不要轻易让宠物变弃物 兔子的命运是掌握在人的树上 起初它们的主人带它回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被宠的宠物 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主人失去新鲜感 它们就不再宠这个兔子了 它就会失去被领养的机会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兔子了 也得不到新的主人的爱戴 我们要带它回去 就爱它爱一辈子 这是一个永久的责任感 狗不是玩具 它们老的时候一定要看 真的多一生 养狗之前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可以不可以应付这个医药费 我们可不可以给它们 整室的开心健康的生活 好的 今天的《诗成有约》就播到这里 欢迎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成时事》的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